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同时也可以关注生动活泼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好了 招聘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儿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2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常听我们早咖啡的朋友 应该对微软收购动势暴雪 这一波三折的交易不会陌生 由于这是游戏行业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案 所以自从去年1月对外宣布以来 这笔交易的每一次进展或变动 都能吸引全球的目光 现如今这笔交易的命运 终于临近了它最关键的时刻 6月底在美国旧金山的地方法庭上 举行了一场为期五天的听证会 微软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都提出了他们的最后论点 在这场听证会之后 旧金山联邦法官杰奎林·斯科特·克利 必须尽快决定是否中止微软的这笔交易 根据CNBC的报道 动视暴雪和微软都已经同意 如果在今年7月18号之前 没能完成交易 这笔收购将被中止 如果交易中止 微软必须向动视暴雪 支付30亿美元的分手费 或者是重新谈判新条款 从对外公布收购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18个月的时间 微软对动视暴雪的收购案 一直风波不断 这几受全球关注的交易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微软和动视暴雪 当前面临的最大阻碍又有哪些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 就会和你一同来梳理 那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富士康退出印度芯片工厂合作计划 7月10号 富士康的母公司 鸿海科技集团发布声明 表示将会退出 与印度金属石油集团Vedenta 接近200亿美元的合作计划 这两家公司 在印度合资建立的半导体工厂 将由Vedenta来完全所有 富士康是苹果重要的组装商 近些年来 他们一直在向芯片领域扩张 想要实现业务的多元化 去年2月 富士康宣布与Vedenta 在印度合作建厂 来生产半导体和显示器 富士康并没有说明 退出合作的原因 但是根据路透社的分析 双方合作建造的28纳米芯片厂 一直没有达到 印度政府的补助标准 从而无法拿到 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助 而有专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印度没有芯片制造的经验 这项合作的主要障碍 在于两家企业 在半导体领域都是新手 尽管富士康和Vedenta 获得了欧洲公司 义法半导体的技术许可 但是印度政府 想让义法半导体 更深入地参与到 合资公司当中 甚至是成为股东 不过义法半导体 并不想在现阶段 向印度投资 多方之间的谈判 也陷入僵局 印度总理莫迪 已经将芯片制造 作为印度经济战略的重点 不过路透社认为 富士康的退出 可能会引起 其他公司的关注和疑虑 加多宝被判赔偿 王老级三亿元 凉茶行业陷入增长停滞 7月10号 加多宝和王老级母公司 广耀集团之间的 商标权纠纷案 有了新的进展 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认定 加多宝公司侵权 判决加多宝公司 赔偿3.17亿元 这一案件涉及的并不是 王老级商标权属的问题 而是关于商标侵权 赔偿多少的问题 2014年 广耀集团提出诉讼 因为加多宝侵害了 王老级注册商标 而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0亿元 后来又把赔偿金额 提高到接近30亿元 2018年 法院判决加多宝 赔偿14.4亿元 双方都表示不服 并且提起了上诉 而对于这一次最新的判决 加多宝依旧表示不满 将会继续提起上诉 除了商标权属 双方还在包装和广告语方面 都有纠纷 之间往来的官司 已经不下20次 但是无论谁最终获胜 粮茶行业 已经陷入了增长停滞 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从2015年之后 粮茶行业的增速逐年下降 在整体饮料行业的份额 也在连续下滑 CBN Data的分析认为 王老吉和加多宝之间的纷争 使他们错失了发展机遇 也让粮茶市场没有赢家 Prada赞助中国女足 7月10日 意大利知名奢侈品牌Prada宣布 将会成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 官方合作伙伴 为中国女足提供正式场合 和旅途的着装造型 而在官宣合作的前两天 女足姑娘们就已经 身穿Prada的西装和鞋子 出发去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准备参加今年的女足世界杯了 算上国家足球队的整体赞助 中国女足的赞助商 已经达到了19个 多位中国女足球员个人 也成为了安德玛 彪玛和英宝 等等运动品牌的代言人 根据界密新闻的报道 2023年 女足世界杯在即 全球超过20亿的世界杯球迷基础 与中国女足的战绩是赞助商们 争相合作的重要原因 奢侈品牌和运动员们的合作 也成为了新的趋势 但是目前大多还是以男性球员 和球队为主 路易威登和谷爱玲 阿玛尼与意大利女足 包括这一次和中国女足联手的 Prada都是为数不多的 女性运动员 运动队和奢侈品牌联手的案例 纽约时报解散体育部门 由Athletic填充体育内容 7月11号 纽约时报宣布 将会解散他们的体育部门 此后的体育新闻 将会由纽约时报收购的 体育媒体The Athletic来进行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内部通知 这次的组织架构变化 并不意味着裁员 体育部门的现任员工 将会转岗到其他的职位 不再报道体育相关的内容 纽约时报的体育板块 最早报道过 1896年时候的第一届雅典奥运会 多位专栏作家也获得过普利策奖 截止到去年 纽约时报在体育方面 有40到50名撰稿人和编辑 但是The Athletic有400多名员工 而且他们的报道 有很多重合之处 The Athletic成立于2016年 去年被纽约时报 以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收购之后 纽约时报对Athletic 进行了业务模式 等等多方面的调整 并且将The Athletic 与纽约时报旗下其他的媒体板块 比如说游戏烹饪 等等进行捆绑订阅 来增加用户数和广告收入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 微软想要牵手动势暴雪 正在面临哪些阻碍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去年1月 微软宣布斥资687亿美元 以全现金收购游戏开发巨头 动势暴雪 这一收购顿时成为了全球焦点 这不仅是全现金收购规模之最 也是游戏行业收购规模之最 这笔交易如果成功 不仅会影响微软和Xbox的前景 顺利吞下动势暴雪 微软在全球游戏业务的市场份额 将从6.5%上升到10.7% 在主机和游戏内容的竞争力上 都会和索尼全面看齐 而且由于主机内容和云 是微软游戏业务的三块基石 因此这场收购 将有可能改变整个游戏行业的走向 从最小的独立开发者 到业内龙头企业 当然也包括我们消费者 然而18个月过去了 微软对动视暴雪的收购 依然充满变数 由于这是一起涉及 全球多个市场的大型并购 因此微软必须在接管 动视暴雪之前 获得多国反垄断部门的批准 简单来说 就是想要在哪个国家赚钱 就需要哪个国家监管机构的同意 而各国监管机构们 则需要确保其他游戏公司 仍然有机会和微软的Xbox来竞争 以确保这笔交易 不会限制玩家的选择 或者是增加主机和游戏的成本 一旦微软能够成功收购动视暴雪 就意味着微软将拥有 动视旗下的畅销游戏 使命召唤系列的所有权 根据数据分析机构 Steadista的统计 从2003年发布以来 这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已经累计销售超过了4亿份 在移动设备上 获得了超过10亿次的下载 截止到2020年底 使命召唤系列的全球玩家数量 已经超过了2.5亿 成为游戏史上第三大畅销的游戏系列 仅次于俄罗斯方块和马利奥 业界普遍的观点认为 一旦这款游戏被微软收入囊中 索尼PlayStation的竞争力 将会被显著降低 用索尼自己的话来说 使命召唤是一款 没有竞争对手的游戏 那么为了实现交易 微软都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为了消除监管机构 和竞争对手的担忧 微软此前承诺 在动视暴雪和索尼目前已达成的协议之外 愿意在未来十年内 每当Xbox主机上 发售新的使命召唤系列时 新游戏也会在上新的同一天 在索尼PlayStation上架 并且保证内容和功能上的一致性 微软也愿意让使命召唤系列 登陆索尼的付费订阅服务PlayStation Plus 同时微软也已经承诺 在十年之内将使命召唤提供给游戏平台Steam 和任天堂平台 以换取这两家公司认可收购 除此之外 微软也保证未来会将动视暴雪的游戏 带到英伟达的GeForce Now云游戏服务 与此同时 还和英国移动运营商EE签订了 类似的云游戏合作协议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自从一年半前宣布这项交易以来 微软已经展开了魅力公式 和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会面 并且和其他游戏公司达成交易 以缓解人们对于这笔交易的担忧 截止到目前 中国 日本 还有欧盟等等 37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批准了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代表20亿的人口 欧盟在5月批准交易的时候 微软向欧盟给出了三项承诺 他们承诺10年内 欧洲经济区的消费者 将得到免费许可 可以在任何云游戏流媒体服务上 玩到所有当前和未来 动视暴雪的PC和主机游戏 10年内 云游戏流媒体服务提供商 也将得到免费许可 可以向欧盟地区的玩家 提供任何动视暴雪的游戏 虽然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监管机构批准了这笔交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 微软和动视暴雪 很快能够牵手成功 这笔游戏史上最大收购案 现在依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当前微软和动视暴雪 正在面临哪些阻碍呢 阻碍之一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反对裁决 英国的监管机构 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简称CMA 在今年4月份决定阻止这笔交易 并且拒绝了微软建议的补救措施 CMA的反对观点主要包括 微软可能会通过 独占动视暴雪提供的内容 将这部分游戏业务 和微软的生态系统相结合 从而可以超越Google 亚马逊和英伟达等等竞争对手 另外他们担心 微软主导云游戏市场 特别是考虑到 微软在主机操作系统 和云基础架构方面 已经非常强势 可能会削弱索尼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 CMA认为 云平台使英国玩家 可以减少购买昂贵的游戏主机 或者是PC 从而拥有灵活选择游戏方式的机会 如果不限制 微软在云平台游戏的强势 将会终止消费者的选择机会 并且阻挠云游戏平台的创新 尽管微软已经和云服务提供商达成协议 但是CMA依然认为 实质性的竞争会减少 CMA还在公告当中进一步指出 微软此前提交的改进方案 仍然不够开放 也并不会覆盖不同的商业模式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英国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 一项新的数字竞争法议案 目的就是为了赋予CMA更多的权利 来监管大型科技公司 CMA在稍早前也表示 现有市场成熟的参与者 往往拥有将新技术和资金 整合在一起的能力 而不是创新的初创企业和挑战者 为了防止企业获得过多的市场力量 对并购的控制是第一道防线 阻碍之二 美国反垄断监管的持续升级 去年年底 美国反垄断监管机构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简称FTC以3比1的投票结果 对微软收购动式暴雪交易 提出反垄断诉讼 要求法院否决这一交易 但是FTC并没有行政执法权 微软依然可以在7月18号 也就是交易截止日期前 强行完成收购 所以FTC在6月初 向法院申请临时限制令和初步禁令 6月13号 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就金山分院 发布临时限制令 命令微软暂停收购动式暴雪 并且在上个月底 举行了一场为期五天的听证会 FTC坚定地认为 拥有动式暴雪的微软 将有能力 也有动力 损害与游戏机 订阅服务 还有云游戏相关的各个市场的竞争 反对的主要理由包括 微软有购买和使用优质的游戏内容 打压竞争对手的历史 2020年 微软以75亿美元 全资收购了美国游戏开发商 Bethesta的母公司 媒体集团Zenomax 虽然这次并购之前 微软多次向反垄断机构承诺 不会阻止游戏 登陆竞争对手的平台 但后来Bethesta出品的星空 最后还是成为了Xbox和PC的独占游戏 另外FTC认为 如果交易继续进行 动式暴雪一直以来 作为跨平台发行商的性质 可能会发生变化 FTC表示 微软有动机和手段 通过操纵动式的定价 降低动式在竞争对手主机 和游戏服务上的游戏质量 或者是玩家体验 更改访问动式内容的条款 和时间等等各种方法 来影响动式暴雪的跨平台业务 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长期以来 美国在反垄断方面 和欧盟等等地区相比 相对比较的保守 但是这两年 拜登政府全面加强了竞争领域的执法 在隐私监管 反垄断和技术应用等等多方面 试图建立新的工具政策包 拜登任命的FTC主席 Linacom积极主导了 多起大型案件的诉讼 也被外界称为铁血反垄断战士 美国范德比尔特法学院的 反垄断教授艾伦斯沃斯认为 美国监管机构 在最近几年强化了 对于纵向并购的执法 认为上下游企业的合并 将会产生潜在的反竞争效果 作为游戏行业的最大竞争对手 索尼对微软保持着高度警惕 始终拒绝接受 微软提出的十年合作协议 索尼强烈反对微软收购 动视暴雪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 索尼认为收购之后 微软只会向索尼PS 提供动视暴雪的老款游戏 索尼互动娱乐部门总裁 游戏业务负责人Jim Ryan表示 微软游戏部门负责人Phil Spencer 去年8月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详细列出了 微软收购动视暴雪之后 会继续向PlayStation提供的 动视暴雪游戏列表 但这其中似乎都是老款游戏 比如只有守望先锋1 却没有守望先锋2 也没有暗黑破坏神4 这将给索尼带来沉重的打击 其次 根据听证会上泄露出的信息 有100万索尼PS的用户 只玩使命召唤这一款游戏 而有接近200万PS用户 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投入在了这款游戏当中 所以索尼担心微软 可能会将使命召唤 制作成Xbox的独占游戏 甚至破坏这款游戏的 PlayStation版本 另外虽然微软承诺 不会干预动视暴雪 和索尼目前达成的协议 但索尼表示 一旦动视暴雪并入微软旗下 由于担心 将下一代游戏硬件的机密研发信息 泄露给自己的竞争对手 所以索尼与动视暴雪的合作 也不太可能继续 当然索尼对于微软收购的恐惧 不仅仅是源自于 动视暴雪这一家公司 根据The Verge的文章分析 过去几年时间里 微软持续收购游戏开发商 并且试图将这些公司的内容 统统变成微软专属 这也给索尼带来了 与日俱增的压力 根据CNBC的报道 微软原本对于这笔交易 通过反垄断审查充满信心 曾经乐观的预期 去年年底前就能够完成交易 结果一直推迟到现在 美国FTC和微软之间的案件 仍在进行中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微软在听证会上表示 如果败诉 他们将考虑放弃这项交易 因为FTC的内部法庭程序 或许会持续好几年 如果FTC在旧金山法庭上败诉 虽然理论上 他们可以继续单独的内部诉讼 但法律专家表示 败诉之后 FTC通常会放弃 对相关交易的反对 一旦挫败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挑战 将会有助于微软 完成这笔交易 而这家科技巨头 将位居腾讯和索尼之后 躋身全球游戏市场 第三的位置 关于这笔交易的进展 我们早咖啡 也将会持续关注 那聊到这儿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觉得这一次微软 能够成功收购动式暴雪吗 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 你会担心收购之后 对自己的游戏体验 造成影响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收集Jack 实习生亏亏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